因应双十廉价的到来及东北季风期间天候海象较为不稳定 容易发生海域安全意外事件 那么海巡署第九巡防区指挥部 在昨天下午花莲太平洋公园就举办了一场110年 区域联合救生救难即海洋污染应变演练 那么整合了花莲地区的救生救难能量单位 来模拟复合式的灾难状况 要强化各单位联合搜救协调联系及应变能力 110年度区域联合救生救难即海洋污染应变演练 整合花莲地区救生救难能量单位 透过各种事件的模拟复合式灾难状况 强化各单位联合搜救协调联系及应变能力 经收入人员完成出车主顾后 即采用调码方式 影片呈现救援画面 总共10个救援能量单位的参演 重点在于状况联系通报 救援量能的整合 救援状况应变以及各项装具的操作 在救生救难案件的实况中 充分运用救生艇 沙滩车以及遥控式动力救生圈等等的装备 展现海巡以及花莲地区救生救难单位 对海岸以及海域遇险事故 救援与污染处理训练成果 使民众安全更能够获得保障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